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出埃及记三章一到十二节 昨天我们所看到的二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 它是一个成先起后的一段经文 他给前面摩西逃到米殿 后来取了西伯拉这件事情做一个总结 所以过了多年埃及亡死了 那也做后面的一个前言 就讲到以色列人应做苦工就叹息哀求 他们的哀声达于神 所以神听见神纪念神看古神知道 那么神听见神也看见神也纪念神也知道之后怎么做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三章一到十二节 摩西牧养他岳父米殿祭司耶特罗的羊群 前面讲到叫刘尔 这里怎么叫耶特罗呢 学者认为这个耶特罗应当就是一个尊称 刘尔才是名字 这个耶特罗在原来的意思是他的丰盛 不过在古文里面是尊贵的 卓越的意思 卓越的尊贵的刘尔 那摩西牧养他岳父米殿祭司耶特罗的羊群 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 到了神的山就是和列山 和列山原来的意思是不毛之地 在圣经里面和列山跟西乃山常常会混着用 有时候好像又稍微有差别 不过大概就是指那一大片不毛之地 第二节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 摩西观看 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 这个使者是指天使 在旧约圣经的记载里面 常常会有这样的状况 就是人是先看到使者 那使者呼喊当人回应的时候呢 却变成是上帝的身份在说话 那重点是在于这个异象的意义 那这个异象是什么呢 是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 荆棘虫 有个等于是一大虫荆棘 那居然呢 上面有火在烧 但是荆棘却没有烧毁 这个是不自然的状况 所以摩西才会说 第三节 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 这荆棘为何没有烧毁呢 按人的理解 因为荆棘完全没有用途 荆棘只能拿来烧 它完全没有功用 它没有果子可以吃 它不能拿来做家具 不能拿来做各样的工具 这荆棘就是亚当犯罪之后才有的 因为罪才有的 这个地受咒诅才有的产物 所以它对土地没有任何的帮助 没有任何的用处 一般在田里看到就会就是把它烧了 问题是它居然没有烧毁 所以这是一个大异象 大异象意思是说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结果呢 第四节 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 就从荆棘里呼叫说 应当是说 从荆棘那边就有声音出来 不是说上帝住在荆棘里边 摩西 摩西 他说我在这里 摩西听到有人呼唤他 所以就回应 我在这里 神说不要近前来 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因为你所占之地是圣地 神说不要近前来 这个很特别 因为上帝用荆棘火焰 吸引摩西的注意力 那显然 这个奇特的异象 奇特的现象是 上帝做成的嘛 那他要吸引摩西靠近 因为后面我们知道 神要呼召摩西 可是当摩西要靠近的时候呢 突然上帝就对他说 不要近前来 不要来 上帝在做什么事呢 上帝在向摩西 启示他自己是谁 所以上帝在告诉摩西 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上帝 他是圣洁的神 当荆棘火焰在那里 这个奇特的现象 我们待会再解释 这个可以怎么来理解他 那摩西往前走的时候呢 上帝竟然阻止他再往前走 所以这个上帝是一个特别的 他盼望人靠近 但是人不能靠近 那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是什么问题啊 是因为我们有罪 我们现在能够到上帝面前 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 除去我们的罪 把那个义的身份给我们 神要我们到他面前 可是我们不能到他面前 因为我们有罪 在这里是一样的 上帝要人亲近他 靠近他可是不能够靠近他 因为呢 你所占之地是圣的 所以上帝在告诉摩西 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 他是一位圣洁不可侵犯的神 就说不要进前来 在摔集记的十九章呢 一样哦 上帝那里就说 我是圣洁的 叫百姓不要上这个西乃山 以免呢被击杀 所以不要进前来 是因为上帝是圣洁的 人是无悔的 那在这里上帝又告诉他 一个具体的一个动作 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那摩西一定很纳闷啊 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 摩西一定很纳闷啊 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 因为你要知道 这个他在牧羊 外面都是尘土啊 反而是不干净 可是上帝却要他做一个举动 就是要蹲下来 然后把鞋子脱下来 然后恭恭敬敬赤着脚 站在那个土地上 而且不能靠近 这个动作一定让摩西记得一辈子 那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呢 是上帝自己说 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 是神圣的 那这个脱鞋的举动 就预示了暗示了 人有误会必须出去啊 那人必须攻坚地站在那里 这个地之所以是圣 因为神灵在 所以这个是神向摩西的自我启示 他在告诉摩西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 你来 但是你不能来 我是神圣的 你必须把脚上的鞋脱下来 他记得很清楚 因为这个动作 让他印象非常的深刻 又说 我是你父亲的神 所以上帝不断地在告诉摩西 他是谁哦 是父亲的神 所以我们前面看到 约基比也的角色 其实在摩西信仰的建造里面 他的父亲也扮演了一些角色 我们不知道 到底他的父亲怎么样 来帮助摩西信仰 也许在儒养的过程中 父亲有机会 也一起来帮助摩西认识神 但无论如何 他在告诉摩西说 那我是谁呢 我是圣洁的 但我是谁 我是你父亲的神 也就是你父亲曾经告诉过你的那一位 耶和华上帝 那一位亚卫 你的父亲在你年幼的时候 跟你介绍过的那一位上帝 我是你父亲所信靠所侍奉的那一个神 这个可以让摩西他连接起来 他要去回想他年幼的时候 他父亲给他的教导 各位弟兄姐妹 我也在插菜 真的 我们必须把信仰认真真真实实的传承给我们的孩子 教导帮助他们 认识我们所信靠所侍奉的神 因为有一天要变成他们的神 对摩西来讲 这个经历就是一个转变 过去他都是从母亲从父亲那边听到 现在不是了 现在是上帝亲自来呼召他 而且呢 你父亲所侍奉的神是从哪里来呢 是谁呢 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那这些人摩西肯定要知道 否则上帝讲这些话没有疑 也就是摩西的父亲跟母亲 都把这个神的立约的整个过去的历史 都告诉这个摩西了 那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 这个是罪人一个反应 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就躲避神 当人犯罪之后 我们面对圣洁的上帝 第一个反应就是躲避 就是害怕 这是罪人的合理的反应 我们再回来看 稍微要补充就是 这个荆棘被火烧着 却没有焚毁 我们怎么去理解它 有两种说法 有学者认为这个荆棘代表以色列名 那么火焰是法老的逼迫 就是这个好像法老的逼迫在荆棘上面 那这个是符合前面一二章的这个处境 不过和这一段后面摩西蒙上帝护召就比较没有相关 所以比较可能 学者认为最可能应当是 荆棘所代表的是软弱卑微的人 在这里是摩西 到十九章指的是整个以色列名 而这个火焰是代表神的自我显现和统在 因为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八节也提到 西乃全山冒烟 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 摩西在这里看见焚而不悔的荆棘的这个形象呢 是神向他个人来彰显他自己 在西乃山在十九章那里呢 是上帝向全以色列百姓彰显他自己 那所以这个荆棘就是卑微软弱的 在这里是摩西 卑微软弱的摩西 那因为有神的自我显现跟统在 有神的统在 所以上帝要呼召他 去成就一个上帝托付给他的这个使命跟呼召 就是我们接下来第七节要看到的 耶和华说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 我实在看见了 他们应受都公的挟制所发的哀声 我也听见了 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 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 流南与密之地 就是到迦南人 赫人 亚摩利人 比利西人 西卫人 耶布斯人之地 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 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 第七节到第九节他有一个对称的形式 第七节一开始看见我的百姓 第九节后面也讲到以色列人 那么第七节又看到什么呢 我实在看见了 第九节也提到 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 然后呢 第七节又说我听见了 第九节也说 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 就是神的百姓 看见 听见 那中间呢 最重要的 七节到第九节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我下来 上帝要施行拯救 那施行拯救 要做什么呢 我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领他们出了那地 领他们出来到哪里呢 到美好宽阔 流奶与蜜之地 那这个地是在哪里呢 地点是哪里呢 流奶与蜜是指 丰盛跟丰富 学者认为这是指以色列的 北部跟南部 南部比较是畜牧 所以是奶 特别指洋奶 那北部呢 有很多的农业 所以是这个蜜是指蜂蜜 流奶与蜜之地 这个地是美好的 是宽阔的 是有神的同在的 是有神的祝福的 是上帝会暗指降下 秋雨春雨的 所以这个美好宽阔 比较是指的 是神的同在 神的祝福 神的赐福 流奶与蜜是指 这块地的丰盛 丰富 后面这个呢 是地点在哪里 就是迦南人 赫人 亚摩尼人 比利喜人 西魏人 叶布什人 哇这个不得了 这个是迦南人当中的原住民 而且这些人很多是巨人 赫人 亚摩尼人 比利喜人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是非常可怕 巨人 或者是当时候的原住民 骁勇善战的人 哇这个摩西听了也 就是说救埃及 带领埃及 那可以啊 那去哪里 我去这么可怕的地方 那摩西可能在旁边听 好啊那你去救嘛 对不对 结果第十节 故此我要打发你 第八节是我下来 那你下来 你要拯救 你要施行拯救 可是上帝工作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要打发你去建法老 哇这就是上帝工作的方式 我们常常也会想 那上帝要我们完成大使命 上帝为什么不自己传福音呢 拆派天使传福音 他就是要使用人 他就是要托付人去成就这个使命 神就是要我们去建造 去祷告 要我们去回应这个使命 在摩西这里也是 故此我打发你去建法老 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 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留意这里是将我的百姓 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从来没有说要带进去加南地 因为那是约束亚做的 那谁带他们去呢 第八节上帝说是他自己要带领 他们到美好宽阔 留来的秘密之地 上帝的护照是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摩西最怕的是谁 当时为什么逃到米殿呢 就是怕法老 现在不得了 上帝要打发他去 所以摩西对神说 我是什么人 竟能去见法老 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摩西的为难吗 我就怕得要死 我才躲在这里四十年 你现在要我回去 我那时候四十岁 身强体壮 我现在呢 八十岁了 我这个二十三节说 过了多年吗 我们知道是过了四十年 我已经八十岁了 我八十岁 你还要我去面对法老 面对当时候最强盛帝国的这个王 神说 我必与你同在 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 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 就是会再回来 这个山上 和叶山 我们知道 在十九章 他们就是在那里立约 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 这个证据有什么用呢 这个证据是回来了之后 才看得到的 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回来了 证明上帝你真的打发我去 可是如果回不来呢 证据应当是在之前看嘛 可是在这里神很特别 是你回来了就知道 我真的打发你去 也就是我们得硬着头皮 去顺服 那这里我们也看到 摩西的问题是 我是什么人呢 我没有办法 我不可能 这么大的事情 又大又难的事情 我做不到 但是上帝的回答 让我们知道 问题不是摩西是谁 或者他受什么量的装备 有多少学问都不是 而是猜浅摩西的是谁 上帝说 我必与你同在 摩西说 我不行 我没有办法 我怎么可能 上帝说 我与你同在 所以不是摩西是谁 而是猜浅摩西去的是谁 不是摩西有多少学问能力 而是有没有神的同在 我们前面昨天已经提到了 摩西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 有能力 有智慧 有口才等等 在摩西四十岁的时候 前面四十年 他拥有一切 他要用自己的血气 用自己的方法 要带领以色列人 要拯救以色列人 可是呢 他却弄巧成拙 自己必须逃到米甸去 在这里呢 他什么都没有 可是有神的呼召和同在 我们后来知道 他真的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摩西的一生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四十年 零到四十岁 他在埃及王宫受装备 受教育 在那里长大 他有权势 有能力 有财富 他什么都有 四十岁到八十岁 他在旷野 牧羊 他什么都没有 八十岁到一百二十岁 他才知道 他所有的一切 都在上帝那里 到今天 上帝也一直在做这样的事 不是吗 我们才刚读过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去使万民 全天下的人 都要做主的门徒 这个是又大又难的托付 我们看看我们自己 的恩赐能力 我们看看自己教会 我们有多少人 多少存款 我们都会觉得 好像摩西说 我是什么人 竟能去建法老 将以色列人 从埃及领出来呢 我们都会说 我是谁 我有办法 再去建立教会 我有办法 去传福音 改变我的邻居 改变我的同事 改变我的主管 改变我的学生 改变我的伴侣 配偶 我的孩子吗 神说 我必与你同在 记得吗 你们要去使万民 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行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众人 同在 神呼召我们 打拔我们 祂也告诉我们 祂也应许我们 祂必定与我们同在 我们看看自己 绝对做不来 问题不是 我们是谁 我们有多少 而是 呼召我们 打发我们 拆解我们的是谁 所以耶稣说 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耶稣拥有一切的权柄 是祂打发我们去 所以当我们奉 耶稣基督的名去 的时候 就有神的同在 就有神的祝福 如果我们是要靠 自己的能力跟血气 我们什么都做不到 如果我们是按着 神的吩咐 神的托付 神的呼召 我们就得着 神的同在 我们就要成为 神手中的器皿 成就大事 摩西带领 以色列人 除埃及 我们要回应 大使命 带领 许许多多的人 做主的门徒 求主帮助我们 抓住神同在的应许 带着勇气 回应大使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 看见 你对摩西的呼召 我们的心里面 也非常的激动 因为摩西 他所说的话 就像我们会说的话 我们真的觉得 我们算不得什么 我们是什么人 竟能够去成就 这个大使命了 主求你帮助我们 看的不是我们自己 没有 我们看的是 你的托付 你的呼召 看的是你的统在 哦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今天再一次 得着力量 再一次得着智慧 得着勇气 要来回应大使命 不论是 我们向身边的 同事家人传福音 或者回应教会 的呼召带领 去传福音 去幸福小组 或者去执堂 建立教会 主啊 你都让我们 大大经历 你的统在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